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道理就在此地 佛所说的一切法 这个道理在《金刚经》后面讲到 佛所说的法不能止住 我们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 决定不能止住 正是所谓法上因时 后宽非法 那个法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也要把它放下 也不能够放在心里 后宽一些不是佛所说的法 怎么可以执着呢 佛所说的法也都是假名 没有定法可得 无有法可得 所以不可住 比如佛所说的菩提 佛所说的涅槃 佛所说的佛果 都不能执着 执着就错了 不但如来国地上 没有执着 后面举的例子好啊 出国正在虚头怀了 他有没有执着正在虚头怀了 没有 如果有啊 他就没有执着了 他还着想 佛举出这个例子 从小成开始 一直到如来地 没有一个 是有执着的 未正发生以前 分别是有执着 没有 正的发生之后 虽有分别 非常的微薄 我们晓得 自己才晓得 应该如何用功 什么叫真正的功夫 要搞清楚 真正功夫 绝对不是 我一天念佛 两万身三万身 不是这个 你看《谭经》里面 讲发达禅思 念法华经三千遍 他自己认为 他念法华经三千遍 别人比不上啊 见到六祖 给六祖顶礼的时候 头没有着地啊 六祖看到了 所以就问他了 你礼拜的时候 头没有着地 你一定有感到 骄傲之处 我们现在就感觉到 骄傲 那个发达就是 他感觉到 他有骄傲的地方啊 六祖就问他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我念了法华经三千遍啊 那不是功夫啊 三千遍念下去 一窍也不通啊 什么是真正功夫呢 真正功夫是 立开分别之主 心清净了 这是真正功夫啊 这就说明 发达三千遍法华经 他有执着 他有分别 虽然 经念得很熟 经义不同 但是不能说他没有好处 因为他有这个基础 六祖一护齿 一指点 他就觉悟了 他就明了 就通道 诸物想想 没有这三千步的那个定力 三千步要有耐心啊 没有耐心 念不完啊 那个就是修定 没有智慧 有这个基础 一点呢 只会看 所以我们要晓得 什么叫功夫 真正的功夫 金刚经 很高明 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 都不要分别 不要止住 一切思 要认真 要好好地去做 尽心尽力 把它做得很圆满 心里面 若无其事 没有分别之处 这叫做功夫 这叫做功夫 念滴 不住 念福 也不例外 如果你有定刻 我早晨早课 定了哪些课程 晚课定了哪些课程 要认真去做 一天不能缺 除定刻之外 散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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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诵经 或者是念福 有时间就做 没有时间就放下 不要紧 散苦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把 读经念佛 放下 好好去做事 事情做完了 佛号又提起来了 这个就叫不间断 与不间断的意思相应 所以这个不间断 不是叫你在世上 一天到晚都不间断 那你就不能办事了 我们在工作当中 许多工作是需要思考的 需要思考 思考当中 不能夹杂着佛号 不能夹杂着佛经 不可以 只有把佛号放下 这是正确的 功夫要纯 要熟 你就会得收用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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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